大家好,我是一白老许 你们觉得我瘦了没有 你们看看我几个月前的评测 然后再看看现在的我是不是瘦了 有几个事情要说 第一个上期的那个Vib1 mini呢 后来在Triple也好 还是Vib AM也好 还是在油管也好 也就是已经购买了用户 会说它这个芯子很容易糊 更严重的可能是一天之后就糊了 当然评测的话 我也没有说把那一仓用完 所以具体的芯子寿命的话 我有法确定 但是根据用户这样反应的话 你看这确实就能够补充完整 我这个评测的实际这个效果 那么想必的话 厂家也肯定已经得到了 很多用户这样的反馈 那么后期会不会有更好的改进 总而言那个设备呢 其实我感觉和飞行员差不多 然后呢 第二个事情就是 最近Smoke出了一个Lord 这个Lord这个机器呢 我已经买了 然后我还是高价买的 因为我想试一下这个机器 在跟Nover比起来的话 有没有什么改变 因为它有三种新 有棉花芯 陶瓷芯 和一个Mesh 就是模仿IQs Mesh的网状发热的 的这种发热结构 那么Mesh的芯子呢 买不到 我不知道是没出来怎么样 有这种全新的东西推出来 它到底好还是不好 会有什么样优点和弊端 必须要接受一个大范围的用户测试 才能够反映一些问题 第三个事呢 就是今天我们要评测的 我今天要评测的呢 我们今天不评测小炎设备 也不评测银炎 我们评测什么呢 我们评测6月份就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一种东西 它跟电子烟其实没什么关系 但是都是用的物化的 物化的一种吸食方式 说要吸食感觉像是在做那种不好的事情一样 它就是植物碱 其实植物碱这是个饭菜 后来发现这样不好 对牙对口腔的损害比较大 所以我后来就把它戒了 我们吃槟囊主要的感觉 第一次除了摄下的槟囊碱 槟囊碱会让人心里加快呀 面刺耳红啊 对还有很多吃槟囊的人 他会觉得胸部这里很闷 就像有什么东西梗在这个地方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在缅甸的话 其实吃过他们缅甸人的那种青果槟囊 嗨你好 要不要试一下 这个我怎么呢 我是在相塔的 谢谢啊 小帅哥拜拜 这什么东西啊我找 这个体验不大美好 那么槟囊碱呢实际上也是一种一级致癌物 这东西说起来大家会觉得很恐怖 一级致癌物 其实你看咸菜 腌肉什么的都属于 但是大家就觉得 哎呀反正吃个嘛 但是问题是咸菜和腌肉 并不是很多人天天吃 像香烟和槟囊的话 确实是很多人天天在收 天天在嚼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说它好还是不好 这个东西我不好定义 因为存在即合理 这槟囊大家都知道吃多了会致癌 但是依然会有很多人吃 你看我也曾经吃过 但是怎么样 他把槟囊碱提取出来 通过这样的一种吸食的方式来得到吃槟囊同样的这个感觉 实际上我觉得是不完整的 因为吃槟囊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嚼的过程 那么通过物化的能否达到这样的效果 首先第一点那个卤料的味道可能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吃到的类似于蜂肉筋的味道 当然跟着口味不同啊 肯定是没有的 那么它吸它之后会不会有吃槟囊之后那种感觉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评测 做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功课 反正都说得很夸张 合法飞行 什么很嗨 总而言之看起来都很美 很诱人 很想买 好的那么后来我就找到一家做这个 这个我还买最高的是16毫克的 当时我还觉得16毫克感觉像我们抽的烟油一样 不是它是植物碱 就冰档碱的含量是16毫克每毫升 我也惯了奥罗 它这个味道呢是奇异果 kiri fruit和樱桃和这个cherry的一个组合 抽一下味道 吸进去呢 一点点激后感的没有 提烟的人而言的话 我是有点不习惯的 味道是一种淡淡的果香 有奇异果的酸味 樱桃味的话 其实樱桃一下也是偏酸的吧 带一点点甜 这奇异果和樱桃这两种味道 我全都识别不出来 但是我只知道是一种微酸 有点甜香味 但尝不到甜味的那种感觉 评测里写的很恐怖 也不是很夸张吧 抽几口之后就会上头什么什么的 我刚才已经抽了几口 抽了四口了吧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任何反应 就没有我吃冰糖那种反应 电子物化通过肺泡吸收 肺部吸收的吸收率 是比胃粘膜要低得多的 现在很多时候除了什么维生素棒啊 功能棒啊 能量棒啊 实际上你还不如喝一罐能量饮料 因为胃的吸收速度是比肺要快得多 我当天心率108 但是心率108并不是因为我吸了这个 好了我感觉现在过了 哦心率106反而还降了 好吧如果是吃冰囊的话 这会儿的感觉肯定已经上来了 但是我现在抽这么多口 这最高的它还有8毫克和有6毫克的 嗯我感觉没有达到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评测的那种效果 都吸了之后一分钟 你就会面红耳刺 像笑飞一样很嗨什么什么的 硬是把冰囊说得像是毒品一样 你们吃冰囊会吃得很嗨吗 我觉得这是一种过度的一种宣传 夸张 没什么很明显的感觉 然后非常不过瘾 就是跟我抽丁岩比起来的话 我完全 这个我可以抽一百口 然后我还停不下来 为什么因为不接瘾 这个就不一样 这一入喉 啊到肺 感觉马上就来 冰囊剪的烟瘾的出现 它的目的是想尝试用这种 冰囊剪来代替烟瘾 那么显而易剪是不可能的 它也不可能代替冰囊 就是它还是没有嚼冰囊过瘾 然后感觉来得很慢 我现在可能感觉 我没什么很明显的感觉 头稍微有一点点 dizzy的那种 有一点点晕吧 非常轻微 非常轻微的冰 心里一百零五 还在下降 所以第一 这个代替不了电子烟瘾 它不能剪影 第二 它也代替不了冰囊 如其用冰囊剪来抽它 我还不如直接吃冰囊 对吧 我们抽电子烟的目的 就是为了避免下咽里面的胶油 因为胶油是致癌的嘛 我们为了避开这个胶油 汤儿这个致癌物 然后 现在又去用冰囊剪这个致癌物去抽它 我觉得不能理解 然后第二的话 这个效果的话 也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就是说 就像我吃冰囊一样 一个很快很猛 或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它跟我剪冰囊 给我提供的愉悦感 是没法比的 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植物碱的 这个冰囊剪的这种 应用就这样吧 然后你们也不要去 去过于相信 就是觉得看到这些东西 如果你喜欢吃冰囊的 这个东西呢 甚至于你 BFB根本都不用尝试 我告诉你 这话我也不好说 总而言之 跟你吃冰囊的效果 来的完全不一样 它几乎对我而言的话 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哦对了 先插一条广告啊 就是我武汉那边 还有很多设备啊 乌化器啊 还有一些烟油 现在在亏本甩卖 在我淘宝店的那个 有一个链接 就是一般老许 什么亏本甩卖什么的 你们要是有碰到 有需要的 可以去选一选 还有一些太空包里的盒子呀 伊加特的X30 那个小小盒子 带乌化器的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现在我这个亏本价的话 还是比较划算的 去看一看 反正微博抽吧 我这有四支 四支 四支 微博评论 那么你对这个 便当剪的这些都产品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好吧 留在我的微博评论区 留下了你这个看法啊 然后我随机抽四位用户 送出这四支 抽一抽嘛 你也上不了瘾 也解不了瘾 就感受一下 你看我 你们实际感受一下 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因为可能确实是 因为个体而已吧 好吧 我放这也没用 这东西我也不打算去卖它 因为觉得完全不能体验 然后也没什么愉悦感 好的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了 欢迎收看 我也不放我的广告了 反正我知道你们最后 你也不看广告 好吧 就这样 拜拜